女孩拒绝了 结果两个狗腿子直接跪在地上 死皮赖脸不让走 无奈之下 女孩只好同意上去坐一坐 然而她并不知道 噩梦已经悄悄来临 饭桌上 几人拼命给女孩灌酒 还趁女孩不注意 在她酒里下了药 女孩喝完就四肢无力 她马上警觉起来 表示现在就要回家 可惜她已经走不掉了 三个畜生堵在门口 开始手脚不老实 女孩想反抗 结果直接被拖进屋里 伴随着哭喊和哀求 女孩失去了清白 三个畜生人人有份 事后他们给女孩洗了澡 没有半点害怕和后悔 往女孩包里塞了一把钞票 然后就放她离开 在坏人眼里 有钱好像就能摆平一切 女孩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刚进门就崩溃大哭 爷爷听到声音赶紧跑过来 一眼就看到大腿的血迹和伤痕 活了八十岁 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抱着女孩心疼的要命 爷爷抓过一把斧头 就要去淹了三个畜生 结果刚下楼就被邻居看见了 邻居是个警察 问明情况以后 告诫爷爷不要冲动 他会替女孩讨回公道 邻居带上一队人马 直奔畜上的老窝 经过一番心平气和的询问 几个人都招了 可就在邻居打算把人带走时 警察局长竟然不请自来 还表示要亲自处理 明知三个畜生玷污了女孩 正直的警察却没法抓人 因为畜生背后有把伞 三个人不但有钱 而且其中一个小子 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局长冠冕逃皇地把人领走 但却迟迟没有处理 女孩的爷爷坐不住了 带着女孩去警局询问 结果办案人员的态度 能把人气死 因为你已经洗过澡了 我们现在还找不到 任何犯罪的痕迹 而且你还穿个短裙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说白了你是想仙人跳吧 不就为了勒索人家点钱吗 行 人家受害者已经同意了 给你六十万私了 回家等着吧 果然 祖孙二人刚到家 局长就送来厚厚一搭钞票 爷爷气得把钱摔在他脸上 女孩受了天大的委屈 爷爷生怕他想不开 表示一定会让那几个孙子坐牢 谁知他一下楼 就看到三个畜生已经放出来了 他们还嚣张地告诉爷爷爷 早晚会再伴女孩 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 爷爷气坏了 翻出满身的军功章 一个护国老兵的身份 希望法官能替他主持公道 然而官官相护 法官驳回了请求 过去的功勋 还是败给了眼下的利益 爷爷彻底怒了 行 你们不管 那我自己来管 爷爷瞒着女孩 抵押了老宅 到黑市买了一把狙击 又跟亲戚借了一间顶楼 视线绝佳 他的复仇开始了 畜生们每个周三 都会在对面狂欢 爷爷提前来到楼下 假装跟老邻居学下棋 等到畜生们上楼 他便悄悄离开 马不停蹄跑到顶楼 猎杀时刻到了 我们